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落下帷幕 对于今年的春晚 外界的评价普遍不理想 绝大部分人的评价都是没意思 平心而论 春晚导演为了打脸这台戏肯定是煞费苦心 但春晚一年不如一年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连岳云鹏也未能幸免 实话实说 岳云鹏在今年春晚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但他也尽力了 一方面给他相声节目压缩的时间太短 另一方面题材的限制 让他想拿出逗人的段子也难比登天 这就导致他在今年春晚的相声节目引来大量吐槽 尤其在节目尾声之际 他还用初级魔术手法变出一只烧鸡 因此有人怀疑 这到底是相声还是魔术 还是新的表现方式 对此 54岁的著名作家导演刘信达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 岳云鹏已经变成了四不像 岳云鹏今年春晚的相声 我的变变变说得实在太烂了 包袱不够他就拿变勺 鸡来凑 刘信达只能说 岳云鹏已经变成了四不像 不伦又不类 明年春晚 他必将被倒阎祖无情地抛弃 值得一提的是 在春晚开始前几天 有媒体公布岳云鹏将参加今年春晚的消息时 刘信达就嗤之以鼻 没有抱太大期望 他当时发文吐槽道 岳云鹏 你必须主动退出央视春晚 看到岳云鹏孙岳兔年央视春晚 第四次大连排 刘信达告诫岳 云鹏 你早已将狼才进了 观众早已厌倦了你的嘴脸 你必须主动让闲 必须主动退出央视春晚 说实话 刘信达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整个春晚真的尬 作为本届春晚唯一的相声节目 居然搭受魔术 结果不伦不类 难哭难笑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还是以为观众这么好打发 感觉跟主持人上去说几句没啥区别 可能还不如撒背名 跟你隔买提聊一段有意思呢 现在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对比若干年前春晚的语言节目 简直惨不忍睹 当然了 创作者和表演者也是有苦难言 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怪他们 想当年德云社嘲笑江坤向神不好笑 现在是不是要拿鞋底拍自己脸 春晚限制是多 但江坤也同样被限制 向神演员变魔术 应是拓宽了学的内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